你真是佛都有火, 聯合道、孫道 還有何謀虹道, 大家完全唱通 踩有爸爸聲地去 真是佛都有火, 聯合道、孫道 全部都唱通, 踩有… 你們來不這樣說話嗎? 用什麼平常語調 真是佛都有火, 聯合道、孫道… 不你, 來 是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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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家晞, 你聽聽, 是他們了 不是他們倆的半座交通 我就不會給人家鈔牌 不給人家鈔牌 我根本就不用開這麼快… 我根本就不會撞車不撞車 根本就不會乘的士 不乘的士 我根本就不會留下身分證在車上 不留下身分證 根本就沒人知道我叫丁小嬌 今年36歲, 還被人說我用假的 第一次做節目就失去 現在…你們倆快出去 那就是… 那就是什麼?明天發落, 出去吧 最壞是你, 叫你去隔壁房拿你 現在沒有了, 糟了 那是你下單, 叫我去找龍哥搬房 交通料當然是你拿的 還算是氣搏 健蘭姐 健蘭姐, 早安 幹什麼?一個一個站在這裡 姐姐這次真的要幫幫我們 因為上官小姐說 我們報錯交通料令她撞車 是啊, 台長玩一會兒慢慢對付我們 撞車的士小, 氣死這兩個 爆她的真名, 她三十六歲就真了 好心她, 幾十歲人 學人扮什麼青春少女 看作名門又用假的東西 東西又假, 人又假 還改了什麼上官名利 其實原來叫小嬌 真是的 所以我說我們全新電台沒事好 幸好有劍蘭姐明察秋毫 放心吧, 這個世界很公道 何況這家公司是有紀律 不能讓她一個人隻手遮天 劍蘭姐, 她現在還跟唐先生在房間 你說兩個在這裡搞什麼? 好了…罵她就算了 等一會兒我去炮製她倆的東西 現在還有五分鐘, 你出去準備一下 最重要是不要失場 我現在這樣, 你還要我做節目? 沒得談 現在還有五分鐘, 乖 你做完節目之後, 我最好請你吃飯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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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番茄?又是番茄? 我已經吃人最討厭番茄了 要我繼續做下去, 不用自意 Wanica… 你們倆的東西跟我進來 你們倆的東西 給我少點麻煩, 行不行? 我叫你報告交通就報告交通 怎麼會立即大頭罰出來? 什麼?又是你說我們的收聽率低 就算報錯交通消息也沒有影響 最糟糕他們的節目 就被最不應該聽的人聽到 熟龍那個嘛 現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熟龍 今年36歲, 真名叫丁小嬌 還說人家喜歡武牌的東西 你說Monica聽到不生氣就有鬼了 我真是被你們倆累死了 Monica…家裡跟她很熟嗎? 他們倆盡責, 人家拿個新聞聽上來 他們豈不是好心去如實地報道 有什麼做錯? 他們沒錯, 難道我錯了? 我這麼辛苦請人回來做事 就被你們倆的東西激走 今早是我錯? 他真的不做嗎? 現在還有五分鐘而已 我打算請人回來救台 我倆的宣傳費花了二十多萬 你現在叫我怎麼跟信頭交代? 如果他們倆的東西不被人解僱 就我被人解僱了 是, 他們倆的好心, 是我不好心的 我不是說一千二十多萬 我的手也好 怎麼跟你們說 我都不是說一千二十多萬 我不是叫你去公子 我聽到怎麼運來的 我這年還是想說 我也是AND在女生 我們做人的 你什麼跟她說 我沒想過 你這麼做 我 хотите去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都說熟龍, 火氣很猛, 走呀走呀 簡直像是黑色捕魚 我追上那些小雪這麼久 還以為她真是才女, 很高檔 誰知原來她和我都一樣 用心振褲的 以她三十六歲來說, 真是保持得不錯 不說你真是不知道 不知道你們倆這次怎麼收拾 台長怎麼說 台長怎麼說, 有甚麼用 最重要是劍蘭姐怎麼說 這圓咕嚕是劍蘭姐的餐飾 那是劍蘭姐的, 一定看著她 劍蘭姐 甚麼事… 怎麼樣?是不是有決定了? 有了 那到底怎麼樣? 還要問, 有劍蘭姐幫忙 一定沒有討好 當然了, 一定會的 那我們倆真的沒事了 你們有沒有事, 我就不知道 不過我知道我一定會救這個節目 你這麼心? 要我繼續做節目, 很困難 搞得我一身爛菜、番茄 一身爛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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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番茄 我都不知道要跟番茄有仇 看你怎麼死 沒了我, 看你哪兒找個像我那樣 明門淑女幫你做節目 現在就是明門名聚, 明利圈的節目時間 你怎麼明門淑女? 我就是明利圈的節目主持人 由於節目調動的關係 我們公司作出一些特別的安排 對, 也有信眾要求我們找一個更適合的主持 一個更加了解男人和女人的節目主持人 這個就是我了, 羅劍蘭 作為一個明門和一個明女人 不是只懂得追名族來就行 在這個明利圈裡, 很多女人很無聊 她以為只是跟男人放下生電 這樣就行,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一個好的明門、好的明女人 除了對家庭要有承擔之外 在她的工作上, 她也要盡忠職守 像我這樣, 我做了工作這麼久 我從未試過失去外賞 那你踩我 有位聽眾打電話來 我想大家很同意我剛才所說的 好, 我就接聽聽眾的電話 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吧 你們搞什麼? 又說節目是上官明來做的? 由於節目調動的關係 我們公司作出特別的安排 也是信眾要求由我主持的 你閉嘴吧,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說話又不好聽又說話 叫上官明利來吧 剛才那位聽眾 活該? 她真的不夠帥 以為這樣就可以做明門 取代我的位子沒那麼容易 怎麼可以成為一個時代的女性 我是播音界的名女人 絕對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名門 我做了節目二十幾年 在我所有的節目裡面 很多都是高句收聽榜的榜首 絕對我稱得上是名嘴 尤其我對明利虛的事我是特別了解 我是不會用假名, 更加我是不會用假房 是呀 越踩越過分 以為我沒法反駁就去亂踩我 豈有此理, 先打電話給你 是呀 這位聽眾, 現在到你了 你就是羅劍蘭嗎? 你算是什麼名媛? 我當然是名媛 起碼你也知道我的名字 那名媛入門資格你又知道嗎? 要有學識、見地和個人風格 絕對不是普通一個住家女人 可以勝任的 聽你這麼說 你一定是沒有老公的 現代女性結不結婚根本不是什麼問題 那倒不是這麼說 別說了, 問題在於你究竟沒有男人要 不然那個男人不要你 你說什麼? 你這次毫無見識, 怎麼學你做主持 我不會做主持? 我是你犯賤, 打電話來讓我罵就真了 啟窩線?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對不起 你等一下 為何你把我大陪這麼激烈 這麼熱鬧? 這樣…明白了, 再見… 你怎麼搞的? 頭長, 不行… 從來沒試過這麼多人打電話來 還要每個人打來罵劍蘭姐 那怎麼辦? 接著再說再見 怎麼辦?幫忙聽電話吧 我來 不好意思, 我們會檢討節目的 打給董特首投訴?不要吧 是呀, 不要吧 你別說髒話, 行不行嗎? 你… 大師兄, 還不接電話? 當然不接了 報告, 先頂住… 難道打上門, 還要吵架嗎? Wenika, 我是嘉明 你有沒有聽到聲音機? 沒有, 幹什麼? 有個聽眾打電話來 說想聽你主持節目 不如你回來主持節目好不好? 是嗎? 不要 你當是幫幫我吧 當是感激你的粉絲, OK? 我的車撞了, 沒車, 怎麼回事 那你想怎麼樣? 是不是想我馬上找人來接你 看看怎麼樣 跟我鬥?你還沒夠了 玫瑰, 你贏了 玫瑰這麼辛苦 終於拿到最後的勝利 沒理由不回去 留下屬於我英德的勝利品 不接受群眾對我的歡呼和喝彩 我吃虧的 我看著你 貴了也租過車嗎?我想租過跑車 當然是歐洲的, 還要開蓬的 等等,我有帳戶的,我叫上官名利 你允許我的貨幣卡 十萬火急,快送來我 你們是誰有空 今天真的有特別多文件 我也要去拿新聞 我這裡搞一千千小吃店的稿 我也是 你們兩個不預約我嗎? 你們兩個 你們馬上幫我接上官小姐回來做節目 老闆,上官小姐回來做節目嗎? 是呀,上官小姐肯回來 不是說我們兩個解禁嗎? 老闆,我們接上官小姐回來 就是我們不用解禁了 解禁不解禁,我還沒決定 如果你們接不上上官小姐回來 就解禁了,千萬不要作假出事 是,是,走 在這裡,這裡… 阿伯… 上官名利小姐是否住在這裡? 你們什麼事?做什麼事? 我們是他的電台同事 他特地來接他回電台做節目 是呀 你們來接上官小姐嗎? 這輛車是他租的 那給我一條錢,讓我交給上官小姐 就行了 電鋒 這麼厲害 跑車 這真是驚訝 上官小姐… 上官小姐 又是你們兩個 是呀,台長特地吩咐我們來 特地送你回去做節目 是呀,你換了衣服很漂亮 你這輛車挺漂亮,算是有點誠意 請上車 等我一會兒 方法 你等我一會兒 給我開… 我開車牌,我怕我開 方法,待會兒租車廂才拿車來 你說我不要了,這麼詭異 這輛車… 行了…快點開車 Let's go 開車這麼慢,我趕時間了 這輛車這麼漂亮,小心點好 下車等我來開 開不習慣用車,就是開不習慣用車 這種車是駕駛駛的會壞的 當然了,上官小姐 這輛車租回來的 有什麼刮花,錄了卡要賠的 錄了卡的那輛車是甚麼 上官小姐,你的手車也挺辣的 一般,你的車不便宜的嗎? 是呀,是貴的 若然你賠償了,賠償也挺麻煩的 原廠側鏡,八千 是錄卡而已,你的卡沒有限制吧 這輛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是好像是羅健蘭的親戚嗎? 是…是扣口底 我買賣金也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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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打算一次過環仔請給別人? 關我什麼事? 那輛車是你租回來 應該是把你的卡關掉吧 這是我租的那輛車? 是呀,我們在樓下遇到租車公司的人 他叫我們交一部車給你的 是呀,你怎麼不早點說? 為什麼這麼久? 原來的那輛車和它靚靚 都不懂得搞什麼鬼? 你不用指望我幫你,我不用的 當然不要幫了,你真的沒被罵過嗎?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 台長,首歌快播完了,那現在怎麼樣? 這樣… 你們倆弄成這樣,上班小姐呢? 我在這裡 你回來就好了,馬上找人搞定她 等她上班小姐疏了,快點… 不行,台長,節目最後一拍了 不用人撐,沒有人撐就只有我 我的節目自己做回 各位親愛的聽眾 我就是真正的 明媛名嘴名利圈的節目主持人 常觀明禮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怎麼一個三個小時的節目只剩下十五分鐘 大家一定想不到在這個早上 實在發生了太多太多事 一個明媛竟然在同一個早上撐了兩次賽車 大家不要以為在酒樓裡幫你錄菜那些賽車 而是真真正正在菜欄運菜出來 裝著了我最討厭最討厭的番茄的那些賽車 還弄髒了我兩套飛脫雞毛的套裝 弄爛了我名貴心愛的開逢跑車 還連女人最大的秘密, 年齡 我都被人在這個空氣電波裡 公開地宣揚出來 試問這個世界上 還有什麼難得起身分證這件事 我都被人看了 金錢、物質、精神 我都受到極大極大的損失 但是即使發生了這麼多事 我都要趕回來做節目 因為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才是真我 是, 我是屬龍, 三十六歲 真名丁小嬌 不過這些東西被人知道又如何 這些才是真我個性 真女人的表現 也是這個節目最大的特色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 都要像我一樣, 勇往跡天 用了整支婚姻聚無藥錄 都用不著你翻鏡味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你們兩隻一胖一仇 我會不會因為前世跟你有仇 我一定不會讓你們倆死得這麼容易 玫瑰的報復 玫瑰一定會作出連串的反擊行動 蓉妹小姐 你找我們嗎? 是 幹甚麼?你冷嗎? 不是, 我是這樣, 我嗅到香水就打嗤 那你呢? 我…我沒有東西, 皮膚敏感 一個嗅到香水就打嗤 一個皮膚敏感 好, 你們坐下, 我有話要跟你說 知道嗎?我想跟你說甚麼 我們弄壞了你的車 還有你這套非一雞毛的套裝 還有原廠的側鏡和車頭燈 還有你的手袋一匹鞋 那如果的士乘搭了, 拿了單也應該給的 好, 你看 番茄和蔡芯也算了嗎? 挺好記性的, 一張也沒漏 梁官小姐, 你要我們賠嗎? 我多多錢都賠, 我最差沒錢 分期好不好? 好嗎? 是呀 三十六歲, 屬龍, 真名丁少嬌 棋子眼, 茶壺鼻 醜人之中的極品 你怎麼賠 雙官小姐, 不要炒我們了 炒?我不會炒你們 老爺, 我還要留你們倆在這兒 好好地對你們 屍蘭, 屍蘭 為甚麼做人要這麼苦惱? 因為吃要吃得好事, 穿要穿得好 穿得不好, 隨時連工作都會沒有 穿得太好, 你老闆又會嫌比人工高 高度讚揚的應該是我工作太多 少年, 屍蘭 救助, 屍蘭 臉, 屍蘭